佛光山月光室每年都会举办 心灵花园人文响宴的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了第八年 不过今年受疫情的影响 第一次将分享会 以线上直播的方式来办理 佛光会吉安第三分会 也将线上收看的场景 移试到吉安乡的浩克艺术村 并且由永文法师 满间法师 会砖法师 线上带领师兄姐们 在周日的下午来一趟心灵之旅 佛光山月光室的心灵响宴的活动 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跟以往不同 就是线上的方式来进行 而包括了永文法师 满间法师 会砖法师等人 特别透过线上的方式 和花莲的会众 进行了心灵的交流 而吉安乡长游淑珍 也特别来到了浩克艺术村的现场 听取了三位法师的红法过程 也让大家看看 在佛工里面 所有的这个工作内容 都在领导相应 都在领法气会 那今天呢 很开心来到这里 跟大家做分享 谢谢我们佛祖给我们服务的能量 尤其在我们月光室里面 常常淑珍拿着一件事情 来提点自己 就是要说好话 存好心 做好事 这是我们的基础 在我们大师里面 给淑珍每天 耳体面秘一定要去做 好客艺术村 这个地方呢 它是全国知名的景点 而且呢 距离我们大部分的会员呢 也都很近 我们就想给大家一种 以前我们一起看棒球 然后大家一起喊加油 那我们是不是呢 也就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一起来看直播 一起来享受这个人文的饗宴 有一个下午茶的约会 今年的人文饗宴活动 是由永文法师 满千法师 绘专法师 以线上的方式 分享他们创作的行录历程 以及红法的过程 也让大家在假日的下午 丰富自己的心灵 记者刘明胜及安乡报道